大家好我是南哥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录音环境 今天特意想上来梧桐山这里配个音 走现在骑当车准备上山 梧桐山的坡真的是好难骑 请为我这个努力的精神点个赞吧 终于到了 6月12号我分享过一个豪宰闹的视频 用的也是这种豪宰 清洗的方法稍微有点不一样 上次我清洗是用了面粉 今天分享的是豪宰的新吃法 芥末酱油净生蚝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用清水多清洗几次即可 我妈听说我只要来做新菜 赶紧过来观摩 看得好仔细啊好认真 把所有的豪宰洗成这样 不拎不拎的就可以了 做这道菜用料非常简单 只需要少许葱丝 不要以为这几条葱很奇怪 那是因为演示的时候搞错了 下次有空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切葱丝方法 今天就比较随便了 网中加入小半碗生抽 不用太多 视频里面是倒多了 等会用不完 加入适量的清芥末 用你干净的右手 尽量的搅拌均匀 锅中烧开水加入刚才洗好的豪宰 全程最大火焯水40秒左右 酒店的爆炸炉一般是焯水10秒钟 家用灶炉一般火力不够大 所以焯水40秒是比较合理的 另起锅加入跟生抽等量的水 水开之后加入生抽芥末 用锅厂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到这里要用最小火来煮 大概煮一分钟 让两种调味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再把这个调料均匀的淋在超过水的豪宰上 调这个酱汁 根据个人口感而来 如果大家喜欢吃辣点的话 芥末可以放多点 喜欢吃咸香一点的话生抽可以放多一些 加入刚才切好的葱丝 这是葱白 如果大家喜欢加葱绿也可以 另起锅热油 等油冒白烟之后把它均匀的淋在葱丝上面 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出来的味道非常的香 生蚝是男人的加油杖 女人的美容院 喜欢的朋友请收藏 还没点赞关注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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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